中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 与来自日本北九州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共60名 排排坐在新竹市旧城区再生基地里 他们未来将利用10天的时间 以U-bike的车站为出发点 试着串联起整个旧城区的空间 为旧城区的再生找寻更多的可能性 那希望可以借由学生的想法 还有老师的指导呢 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想象 还有把日本的一些成功的案例呢 可以带来我们新竹市的旧城区 那给予一些新的冲击 然后新的想法 那希望可以借由U-bike啊 还有一些目前市府正在努力的部分呢 那投入一些不一样的做法 或者是可以创造一些更多的可能性 地上摆放着大小不一的建筑模型 这些都是新竹市旧城区内 别具特色与历史脉络的老建筑 也是新竹市政府想要再生的目标 希望运用年轻人的创新创意 让旧城区风华再现 从今天开始 10月26号会有个成果展 除了这些孩子们的足迹 跟整个踏勘新竹市的整个旧城区以外 其实更重要是对市民的参与 我们希望新竹市民都能够前来大同再生基地这一边 那我们的地址是大同街108号 在这边除了有学生活坡的一个讨论 也有模型的一些发生跟建立 希望民众都可以来这边踊跃看看 过去的新竹市 以及未来旧城再生的一些愿景 这次邀请日本北九州大学共20名的学生 新竹市政府期望透过不同文化 对空间的思考角度 提供更多不同国际视野的想象 并且与中华大学的学生 一同营造年轻古城的城市美学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这次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